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Michael 歡迎收看中俄保姆車的第二集 第一集我們上次邀請了嚴重 以及Lisa姐在我的保姆車上玩遊戲和做訪問 這次我們嘗試挑戰一下保姆車的大小 看看我們這次可以放到多少人在這輛車裡面 事不宜遲我們出發 接了第一組的嘉賓 歡迎趙老師和他兩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Hello 見到你上車的時候 我看到女兒拿著爸爸最傻家的衣服 爸爸拿著快板 趙老師你是不是有些事想在這輛車上搞一下 是呀 想不想聽 想聽 快來快來 我第一次開車的時候有人演音樂給我爹 真的好激動 事不宜遲 聽不懂得這麼棒 我們立即去接上第二位神地嘉賓 好嗎 好 出發 好 終於齊人了 今天很開心我載了四位和音樂會有關的嘉賓 就一起在這輛車上 分別有胡子輝 有趙泰生老師 說個Hello先 和大家 Hello 趙老師 我們又說一下胡子輝 我記得胡子輝 我和你差不多時間在中學團出現 我從香港中學團接觸第一次 應該是第一屆的指揮大師班 由中學團和演藝學院合辦 參加了第二屆的指揮比賽之後 之後就不讓我參加 多了好幾個獎 我知道 我拿牙軍 拿牙軍 所以真的不簡單 因為指揮大賽是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指揮家 都一起參與 所以胡子在代表香港都拿到第二 真的非常非常難得 不如後面兩位小朋友自己介紹一下 我去過我爸爸的中學團 看過大家老師的排練 然後我就覺得很帥 然後就想跟著一起學武器 在以前我經常去聽那些音樂會 聽到那些演奏家彈得很好聽 令我想去彈中原 聽一下趙老師、胡子輝和兩位小朋友說話 其實都很符合這次傳承的條件 這次除了玩樂團的保留曲目之外 有一首歌是新的作品 就是叫青春之歌 不如胡子你介紹一下這首歌 究竟是誰寫的 這是我們香港中學庭委約的一個作品 就是一個香港非常年輕的作曲家 叫黃正彥 他現在應該還未畢業 他為我們專門量身訂造一首 大概14分鐘的作品 分了三個個張 裡面有可聽性很高的旋律 青春未免一定會遇到困難 撞板經歷過痛苦 經歷過迷惘 他用音樂去表現 所以非常有意思 也很有趣的作品 其實是不是東海魚哥和拉撒行 趙老師 是不是都是一些樂團 整天都會玩的樂曲 東海魚哥拉撒行 這都是我們的保留曲目 對 我們的拉撒行 其中有一段 要鼓聲要拉出來的聲音 要拉出 模仿 而且製造一種很神秘的那種感覺 因為從來沒有說 鼓聲拉出來是什麼東西 鼓聲拉出來是什麼聲音 我覺得4月10號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那個神秘的環境是怎麼營造出來的 好啊 這次少年團和我們中學團的演奏家 一起演出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準備好 他們乖不乖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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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我們現在 採訪了 採訪了下午後 又要去排練 我們今晚又要排練 好幾個小時 一直排練到表演前 這次真的非常嚴密 也非常密集 整個假期他們都給了中學團去玩 談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嘗試玩遊戲 這個遊戲 我想請胡子輝、趙老師和兩位小朋友一起參與 考考他們的看譜能力高不高 我準備了四份三演的總譜 我現在想請胡子輝幫我在這裡抽給女女彈 然後趙老師猜猜這首是什麼歌 趙老師猜不猜到 這個 我覺得我都不用猜了 都不用猜了 這個 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東海魚哥 東海魚哥 這個真的太容易被人猜到 胡子輝可不可以抽個難一點 嘩 很多冠音 最後一個 嘩 趙老師都教了 我想他應該知道是什麼歌 布達拉公 布達拉公文 這個簡單 我相信 各位看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在4月10日 在屯門大會堂欣賞我們 有我們的香港中樂團 有我們的香港中樂團 青少年團 有趙老師 有他的小朋友 還有很漂亮的 胡子輝 全城經典音樂會 我們到時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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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